动物泛滥是一个老话题了 之前给大家介绍 过澳大利亚的野兔泛滥 让澳大利亚人束手无策 也给大家介绍 过美国的欧苗苗泛滥 气得美国人牙跟腾 还有日本的野猪泛滥 直接影响到了人类的出行安全 而近日印度的动物也泛滥了 而泛滥成灾的动物变成了猴子 巨蟹 近日数百只猴子在印度的首都新德里泛滥成灾 这些猴子大肆地走上街头 抢夺人们手中的食物 甚至一些猴子翻墙而过 进入居民的家里偷走当地人的美食 恐吓小孩 令当地人十分头疼 很多人都表示要整治这些猴子 因为他们简直是太无法无天了 印度内政部的一位官员抱怨着表示 近几年新德里地区的猴子繁殖的素素 目前还不清楚具体数量有多少 但是猴子的泛滥成灾 已经影响到了他们的正常生活和工作 这些小猴子由于身体相当灵活 还经常来到政府大楼里胡闹 有时候偷偷进入餐厅偷食 有时候在各个房间窜来窜去 进入办公室 毁坏了很多办公文件 目前他们正在为如何防止 猕猴攻击开会商讨 不过有专家表示 这一切都是印度人自己造成的 由于近些年印度人对环境的破坏 导致猴子的生存空间被压缩 生存资源减少 这些猴子才被迫进入了人类的居住场所进行秘食 而印度人非常尊敬猴神哈努曼 因此会喂养他们少量食物 也正是这样的宗教文化 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很多小猴子在找不到食物以后 就开始依赖人类 并且不害怕人类 而一旦没有食物来源了 它们便会变得十分有攻击性 四处搞破坏 一些印度的动物专家纷纷建议 给猴子做绝育 降低他们的数量 还有一些生物学家觉得猴子这么多 应该多抓猴子用于医学研究试验 面对印度专家的这种想法 你怎么看 欢迎大家互动分享版权声明 如涉及版权问题 请作者持全署证明与本网联系